反对市强凌弱 不能谁胳膊粗 拳头大谁说了算 中国人向来爱面子 中国国家主席金平当仍也保持了这项传统 二十五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回忆中 再次展现他一向强调的大国风范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 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 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 不过他面子败得十足 还用反对市强凌弱的说法来暗批美国 国主美代表肖美琴隔天就在推特上转发这段话 并反凤表示自己会引用他说的话 肖美琴的发言依赖日本媒体关注 日本商业新闻赞叹他的敢言作风 更称他为敢抢习近平的美貌台湾驻美大使 而对于习近平的发言 显然也有不少网友不满 纷纷在世界经历论坛的推特上大肆嘲讽 有人指的这根本是恶龙要求所有人当属实主义者 还有人要中国相向 西藏香港还有威武族人的感受 澳洲官方对习近平的发言也相当有感 由于澳洲去年带头号召国际调查武汉肺炎起源 遭中国对澳洲产品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作为报复 澳洲财政部长27日也指出 习近平这番话暴露出中国言行不一 说一套做一套情况 台斥威胁恐吓他人 动不动就搞脱钩 断供制裁 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 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